好 我們要開鍋囉 你看 這個甜甜圈鍋是不是很神奇呢 我們又可以煎蛋 又可以做這個肉片 又放我們的日式醬料 我們又把這些蔬菜都給燙好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可以開飯了 而且可以帶便當喔 是不是很快速呢 大家好 我是微笑主廚微菜老師 擅長健康料理 堅持用好食材 低脂低溫 不亂添加調味料 相信啊 忙碌的生活 總是讓我們被迫要犧牲掉許多的時間 但是我們的健康 不可以被犧牲掉喔 因為忙碌而懶得自己做菜的人有福了 今天微菜老師要教大家 怎麼樣用簡單的料理 就可以搞定它喔 而且還可以帶便當 那我們今天先來煮飯好了 通常你們煮飯可以用電鍋 那甚至也可以用微波爐 還可以用壓力鍋 壓力鍋是我最喜歡煮飯的鍋子 因為煮起的飯超級好吃的 那我通常就是我把它煮飯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人一鍋 我就把它的容器先找好了 比如說我煮好之後 提起來我就把菜裝進去 我就可以帶出門了 那所以呢我會用這個14公分的提鍋要來煮飯 那一個人的飯呢我相信大概0.5杯就夠了 所以我這邊就是洗了0.5杯的白米 你用什麼杯子 2米就用什麼杯子涼水 煮飯下面一定要放水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煮飯 家裡如果有兩個人要帶飯怎麼辦 也難不倒微菜老師喔 我們就一樣上面再疊一層 像我有這個便當盒 我為什麼喜歡這個便當盒 就是因為我可以直接到公司的時候 如果沒有便當盒我可以直接微波 那也可以放在鍋子裡面都可以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可微波的便當盒 就放進來囉 好這個米放進來一樣 半杯的米就半杯的水 這樣子呢就可以做一人的飯 好那用壓力鍋煮飯有一個好處 我通常就是如果說有剩下的飯啊 晚上吃完我就用剩下的飯來裝便當就好了 可是你剛好飯都吃光了怎麼辦 我今天剛好要帶飯怎麼辦 這0.5杯放上這個壓力鍋 你看我這個壓力鍋就可以做兩人份的米飯 而且都幫你裝得剛剛好 只要上壓兩條線三分鐘 我的飯就煮好了有沒有快 那通常我在煮米飯的時候 我就開始來做我的菜 那菜啊你要讓你的便當盒好看 是不是要煎個蛋 好我今天找的是這個甜甜圈鍋 因為這個格子都幫你分好了 所以我如果煎蛋 你的蛋就會漂漂亮亮的 一格一格幫你分好 那你就會非常的省事 雖然用的是不沾鍋 可是你煎蛋就是要有一點油 它才會有蛋香味 好我們用不沾鍋 一點都不需要很多的油 我就用這個油要做完所有的料理 所以我就這邊塗一塗 這邊塗一塗 非常省油喔 你看我怎麼變魔術喔 這個蛋呢 你也不需要等什麼熱鍋都不用 它就是你怎麼用它 它都不沾啊 所以我就是把蛋放進去就好了 我們要做一個豬肉食蔬的蓋飯 所以我可以炒一些洋蔥啊 把洋蔥先煎香 好 這邊還有這個空間 我就把洋蔥放在這邊 利用這個空間 來把這個洋蔥給炒香就可以囉 蛋啊 我們可以中間放一點點鹽巴 好 蓋上鍋蓋 好 我們的蛋 你看 你看 就是不會黏 你看 沒有任何的技巧 你看 它就是不會黏鍋 我有沒有很厲害 其實不是我厲害 是鍋子很厲害 然後我的飯兩條線了 好 那因為我底下有節能板 我連三分鐘都不需要 我這個時候就熄火了 因為節能板會幫我蓄熱三分鐘 我現在的蛋就可以先夾起來 好 這個洋蔥 也炒得差不多了 我洋蔥也可以先起來 但是我會留一部分 我要來煎我的這個豬肉 好 這個就是我的豬肉 因為我用的這個是豬肉片 所以煎起來就會很快 然後刷一點這個日式醬油 好 那因為我用的是不沾鍋 都不用擔心 這個醬油下去它會黏鍋喔 有沒有很簡單 好香喔 好 這個鍋子就是稍微 所以把這個肉片煎一下 然後放上這個紅蘿蔔 胡椒粉 好 蓋上鍋蓋一下 把這個蔬菜給燜熟喔 好 這個肉已經好了 你看這個鍋子我從煎蛋 那一點點油我就不用再放油了 也不用再洗鍋換鍋 因為不沾鍋它就是不黏 然後這個洋蔥 跟著這個肉片也會非常的甜 可以再炒一點高麗菜 很像在做那個鐵板燒有沒有 我們現在再把它蓋上蓋子 等到冒煙燜一下 我們所有的青菜也都炒好囉 好 我們要開鍋囉 你看 這個甜甜圈鍋是不是很神奇呢 我們又可以煎蛋 又可以做這個肉片 又放我們的日式醬料 我們又把這些蔬菜都給燙好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可以開飯了 而且可以帶便當喔 是不是很快速呢 我們今天家庭主婦要想要偷個鹹 這個是不是非常快速又完美 全家人又很均衡的一餐 除了健康以外 又可以少了很多時間喔 我們今天就要把這道料理分享給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加分享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和小編都會為你服務 想要今天的食譜 也可以留言我要食譜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瑞士頂級料理鍋具 台灣精品家庭用品 都在瑞康屋的商城喔 趕快進入購買頁面 結帳前輸入我的折扣碼 4月的是VVARP 就可以享有影片中 鍋具的獨家優惠喔